新闻我是林静盈 在今年的国庆典礼上 永英高架机首度参加 而且是跟两架F5专机 才品字型混合编队 而且的是出现在台北市的上空 另外呢 展演直升机队 他们在今年也没有缺席 有五架的阿巴基直升机 是用大雁队形 通过总统府的正上空 国庆表演的焦点 今年是台日高校大车拼 这个是备受瞩目的橘色恶魔 也就是日本的菊高校所带来演出 他们穿的制服橘色短裙 加上黑长袜 而且是边演奏边舞动 超级青春洋溢 而且呢为了最次的演出 他们特别设计走位 演出过程当中排出双十的队伍 让国人相当惊讶 橘色恶魔的表演青春火力 不过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非常厉害 可以边催咒边做出些高难度的动作 而且呢是日本管乐大赛长胜区 影片达到四千万的流量 但是要告诉你哦 他们团圆当中也有男生 但是比例大概只有一成 橘色恶魔的坚强实力 靠的是魔鬼训练 他们力求迈出了每一个步伐 距离都是相当的精准到 62.5公分 三军越鱼队 当然也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 其中节目操枪非常吸睛 同时惊艳全场 演出结束之后 现场掌声如雷 还请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双十国庆 送从蔡英文也发表演说 强调要把台湾打造成 坚韧之导任性国家 同时总统也表示 除了布局产业深化民主体制 争取国际的支持之外 同时他也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向北京当局来喊话 捍卫主权是没有妥协空间 国际连驾也不平静 又有竞速车出没 正在桃园台六十一线的部分路段 随便凌晨出现好多辆的改装机车 聚集标速 那么警方当时逮捕到一名落单的骑士 他不只是无照驾驶 甚至拿口罩遮住车牌 当场是被警方开一单举发 为了抢结账 结果发生口角冲突 这名男子跟亲友去卢州 一间姜母鸭店喝酒聚餐 结束之后呢 跟大伯为了要抢结账 两千五百块钱爆发冲突 两个人当届大吵呢 都说这一餐我来付吧 结果吵到进到警局 甚至不断的失控较小 来雨发生百人大乱斗 不过最后警方 确实逮捕到六个人 五个人是蓝宇的青年 那么一个人是一名检骑的游客 疑似当时追寻游客 在岛上吸毒 而且不断的惹事情 当时蓝宇出动七十多名壮丁 到场来理论 爆发冲突 而现在当地民众认为 警方没有调查清楚 被逮时高喊 要捍卫蓝宇 不容亲门踏户 涉嫌突拍 但是他居然还敢狡辩 这是在捷运大平林镇 当时有受害女子报案说 出战的时候遭到陌生人偷拍 那么警方后来 循现偷知嫌犯道案 但是他却辩称说 我当时弯腰伸手 只是在剪掉在电幅梯上的硬币 是被民众误会了 所以才会一时紧张跑开 但是警方根本不相信他 将他喊送法办 马路上千万是不要横冲直撞 以免发生意外 今天画面曝光了 是在台中这个林先生 当时开车经过沙路市场的附近 他说开在内线车道 准备过路口时 外侧双载机车 突然是轨切要左转 这一路吓得他赶快地踩煞车 而且差一点点就要撞上 不过这一幕横圈圈起来 也让附近的民众吓坏了 当时骑车载人 绿灯起步 没想到后座的男子 往后翻了好大一圈摔车了 而且是用倒载车的方式 摔在马路上 倒栽冲的这个人 疑似就是骑士的儿子 当然附近的民众也联想到 上次在这个附近的路口 有一个孙子在这阿嬷外出 后座的阿嬷也是向后仰 最后摔倒了 幸好两起事故人都没有打碍 今天联想有民众 入住的是五行级的饭店 但是他说 房间浴室的水龙头一打开 流出黄色的水 而第一时间跟饭店来反应 那么饭店跟他讲说 因为之前我们进行管线的维护 可能维护完之后 放水的时间不够久 所以颜色才会变黄的 未来也会多加注意 同时跟客人来道歉 来看他们钱是这样花的 高雄有一个名女直播主 举办活动 当时有一个名女网友 下单购买了十万余的商品 买了什么 买了每个尺寸的童装 女装跟零食 总共是十万多块钱 结果遭到恶意气标 不收获 让这个女直播主气炸了 说不排除要提高 好 豪蛇了 这个六百万 他到底买什么呢 这个是黑卡网红超哥 他常常在网路上分享 他自己的跑车 还有名牌的收藏 不过这次 他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之下 豪蛇还便六百万 买下了一支黄金门号 而且是全台最多领的门号 让员工傻眼说 怎么可以这么好 选人各有行程 长安恩 她是连跑两场的申请活动 王珊珊则是香港二四年 第一次以市民的身份 跟市长柯文哲到市府来升旗 存时中则是非常低调 争取五党级议员支持 不过先前 蒋万安她提出深蹲换工之的想法 引发争议 在今天她也倾上火线来示范深蹲 分享诀窍 每年国庆日参加官里的人员 都可以获得纪念品 所以有些人特别喜欢收集这些国庆小物 但是数量有限 中签率非常低 限量一千份 需要靠你的运气 而另外国旗扑破 连续五年在现场发送国旗假发 带起来非常应景 有去过台北西门町都知道 要找机车位真的非常困难 这位民众说 当时把车子停在小巷里面 却陆续被推倒 最后她拍下影片了 原来是这名八十多岁的阿嬷 不但是推倒机车 而且还会扑一体 现在疫情缓和 而且开始松绑 不过台北的松山祠右宫 还是高规格防疫 不会提供牵头 如果你真的要拔杯 必须要自己准备 因为前十万块不还钱 这名男子他被打到全身是伤 而且还被丢帮 当时台中警方到场时 打人的一群人早就不见了 后来是以车来捐人 打到八名涉案人 不过这群人居然还对警方来叫嚣 这一消息在国庆连假传出不幸溺水的意外 屏东牛角湾西第一瀑布 有一名37岁的男子 当时为了要抢救落水的16岁少女的朋友 结果自己却溺水身亡 在今天早上十点多 在高雄捷运的中央公园站 当时有一名67岁老先生 搭电扶梯要往上时 还没有站稳 结果不小心跌倒了 这跌倒连带影响 他的太太跟后方一对年轻的夫妇 镇长立刻是按下紧急停止按钮 救折抵达 之后是将三个人送往一个来急救 还好都是皮肉伤 没有大碍 林家很多人跑去台中要搭摩天轮 这个地方排队是分成两条动线 当然右边是要搭一般的车厢 那么左边是在排透明的车厢 结果有民众 他是排一般车厢的动线时 他就看到说 居然有搭透明车厢的民众 怎么会排得这么前面 认为他们是不是在插队 甚至还说你看不懂中文吗 没想到双方爆发口角 林家出游 车潮特别多 千万是不要抢快 以免发生车祸 这名18岁的女子 是新手驾驶 一次他就是没有看到直行的机车 同时他也没有礼让对方 结果就跟这名骑士碰撞 骑士整个人腾空之后翻了好大一圈 立刻爬了起来 还好只有轻伤 骑士如果载人 后座的乘客一定要需要报警 因为又发生这个意外 当时这个绿灯起步 后座男子就往后翻了一圈 摔在地上 而这名男子疑似就是骑士的儿子 当然这一幕让附近的民众吓坏了 他们说已经想到 上次在附近这个路口 当时有孙子也是载着阿嬷外出 后座的阿嬷整个人向后仰 最后摔倒 还好人没有搭 骑车送小孩 当然对很多家长来说 真的是非常方便 但是要如何防止小朋友在睡着时 或者是坐不住乱动 会摔下来呢 在房间很多的机车行 你会看到都有卖一种 防儿童摔车的神器 不过这样子就真的安全吗 依靠了解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